被逼车闹进警局 重机难处死 画面后方的蓝色小货车 紧紧跟在前方重机后头逼车 小货车驾驶还狂按喇叭 重机车队则不停怒骂司机 前晚在台中发生这起小货车 和重机车队的行车纠纷 没发生车祸 却人意外闹出人命 警方调查发现 死者刚好加前晚起重机载妻子 跟台中一支重机车队 共汽车10人沿台一线北上 行经大村乡中山路时 与小货车驾驶卓自胜 因行车纠纷起口角 骑士们认为驾驶恶意连逼三台车 造成机车上乘客受惊吓 于是闪大灯怒骂驾驶三字经 并要求下车理论 司机见对方人多 将车开进村上派出所协调 司机否认逼车 认为是对方挡在快车道 他才按喇叭操车 没想到司机道歉完 黄英男骑士突然昏倒 骑士妻子经见老公昏倒 吓得淒厉哭喊 紧急送医后 骑士人不致身亡 我那时候操的车没有 也不是他们夫妇松载的 然后就去跟他道歉完 我们已经就差不多了 也要走了 然后他老公就忽然倒地 妻子表示 丈夫有心脏病 急痛风病史 检方昨天相验 职者身体 无明显外伤 将解剖离清死因 至于是否有B车 也带警方查明 动新闻 张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